我刚才问了您个问题啊 就是说像你们这个成名的物理学家 我没成名 我是普通的科研工作者 就是说要是一个物理学家 这个否定另一个 比如说您的观点 要是另一个物理学家在科学上 他否定了你的观点 这个他刚才破除我一个认识 过去我认为科学家被人否定是应该高兴 因为意味着真理又可以向前进了 但是他告诉我的 我觉得让我想起世俗 他说也不会是吗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科学家对自己的理论的维护 那是想尽一些办法 这个我们叫做 如果有证据给你证伪了呢 我想尽一些办法 把我的理论弄得和这个证据还去符合 是不会轻易的抛弃我们的理论的 这是科学的保守主义 这是对的 因为这样能够保证科学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非常扎实的 最后在什么情况下 我这个被证明错误的理论终于没有人提了呢 我退出历史舞台了 我不再为我这个理论辩护了 而新的人直接就接受了更新的理论 我们科学是这么发展的 并不是说我向全世界宣布 我的理论过时了 同志们不要再学我的理论了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退出历史舞台了 他是有他的阶段性合理性 或者阶段性贡献 新的人进来 他是能判断这个理论和新的理论 因为已经有一大堆证据证明 我的这个旧的理论不行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不放弃 我一辈子就搞出来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我是不能放弃的 一定要坚持 有那个放弃 然后又弄出一套更新理论的理论 那算不算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这就是 所以人的寿命有限是一件好事 怎么讲 否则我会维护我这个理论 维护一千年呀 如果我能活一千岁的话 那科学的进步 只能以千年为阶段了呀 现在好在我们的寿命只有上百年 不死了就不能推翻你吗 很难推翻 我越老 我的成就越大 我的影响力越大 你很难推翻我 科学不是讲实证的吗 是讲实证的呀 但是我不甘心呢 我还在这呢 我的威望越来越大呀 不是人家的证据拿出来 您爱因斯坦能不承认吗 所以爱因斯坦在他的后半生 实际上科学上 他没有太多成绩的 但他从来没有认输过 但是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 大家都很尊敬他 在爱因斯坦面前不谈论别的事情 哦 不是那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等爱因斯坦去世了之后 大家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谈论更新的理论了 天哪 跟咱们文科也没什么两样啊 所以我说 我对科学的这个梦幻有点打破了 但是呢 我认为简单的是非 那人家是很容易碰到的 简单的 我们是指的 或者说 我还听到说 应该是普里斯顿大学吧 说比如说这个教授获奖了 中午他们在时常碰见的时候 其他教授会把插的纲笔 当然这也是若干年前在饭桌上送给他 就表示就跟那古代武士 我要把我的兵器 就是那种 但是呢 他是建立在 他取得了成就 但是并没有掩盖我的成就 或者否定我的成就 您比如说 所以他能做出这种 非常这个什么的这种举动 对 非常有歧视风度的 您比如说 我最近注意到您一个研究 或者说您的这个团队吧 您还专门提到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张生南老师说 显然国际学术界没有给予注意 就因为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很有关系 就是过去我们以为 这个黑洞 这个黑洞不是极大的这个引力吗 然后呢 他的时间会变慢 然后假如说像星际穿越一样 假如一个宇航员掉进时空里去的时候 停留在黑洞世界上 他最后的身影 那么因为他是就变到无限慢了 所以我们要是站在远处 会看到比如说六哥穿着乙航服 会看到六哥永远的 对对 实际他真人进去了 对 但是他 你看到的永远 他停在了那个世界上 对 这是我们过去得到的 对 您说您的团队有一个论文 对对 就是算出来 说是可以跟刘慈欣再交流一下 对对对 就是说实际上 对 不是这样 实际上就不会有一个人固定停在那 而是会掉进去 会掉进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是不是真的 对对 而且我们发表的论文 那我们在这篇论文里面 你讲的这个以前的观点 包括霍金 包括我刚才讲的温伯格先生 他的书里面也是这么写 最后也要动来那个地方 最后也是我们看到的最后挥手的 那个那一幅照片 所以像这样的人 还有201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索恩 像这些人都是持有这个观点的 我们在那篇论文里面 把所有这些人的大牛 这些大牛的科学家 持有这个观点的 他们的论文 他们的书在里面 全部都引用 给做了批发 我们这篇论文也发表了 非常艰难 和申稿人别人吵了很久 终于发表了 但你说发表了 大家就认可了吗 不认可 只是说我们的 在写这方面的论文 就不允许我们发表了 那到底你们说对了 还是说错了呢 我们这个 没有人能够说 我们的计算哪里有问题 他只是忽略你 你们这科学家 都是一帮什么人的 所以我们是人 是人组成的 像这些人 在很早的时候 1939年的时候 一篇论文里面 提出了这个观点 那是神一样的人物 Openheimer 在一篇论文里面 刨出了这个观点 从此之后 这个观点就被学术界 就接受了 就接受了 这些所有的 这些大牛的书啊 文章里面 都引用了那篇文章 然后我们的这篇论文 证明1939年 那篇论文的计算是错的 那就是说 人不会停在黑洞世界上 就进去了 对 为什么呢 原因我们在论文里面 也解释得很清楚啊 因为停在那个地方 这是黑洞的世界的一个 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 一个标准的行为 应该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黑洞 是个我们讲静态的黑洞 它是不变的 当然黑洞在那儿 我往里面掉 黑洞怎么会变呢 大家觉得这很自然 就不会变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计算表明 如果你把往里面掉的 这个宇航员的质量 对空间的影响 包括进去 这个黑洞的世界 会稍微膨胀一点 以至于你本来想停在那儿呢 这个世界膨胀的 把你吃进去了 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假如一个宇航员 他被像那个星际船员 他进入黑洞 在远方的观察者 看到他最后的身影 是什么样的呢 看着就掉进去了 没了 而不是洞在那个地方 他不是时间 他最后的一刻 时间越来越慢吗 是越来越是变慢了 但是呢 当他非常靠近 黑洞世界的时候 黑洞世界膨胀出来 把他给吞进去了 长出来 把他给吞进去了 我们计算的 这个过程 计算的很清楚 在图里面 但是学术界就选择 忽略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最近 我们并不是说 总是不能发表文章 每一篇文章都非常困难 要跟审稿人吵架 也跟编辑吵架 我们最近那篇文章 也好几年了 在写的时候 这个审稿人 就是提了一堆的技术的意见 我们就修改了 修改之后 最后审稿人看不出来 我们任何地方有问题说 反正这个观点是错的 不能发表 然后这个编辑说 既然你没有找到 人家的论文 有什么错误 这篇文章可以发表 所以这个编辑 是比较开明的 是允许我们发表 因为审稿人 没找到我们哪错 不能你就说 我虽然找不到你的错 但是你就是错了 这不行的 对啊 所以科学还是有一些规则的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编辑就会接受 评审人的意见 说我们的杂志的原则 就是评审人认为 不能发表 就不能发表 你找个地方再投 问他 所以我的这个研究课题 就是研究黑洞 这个性质研究课题 也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我从来不敢让 您不是高能物理吗 对 粒子物理 对 粒子物理 为什么是我的业余爱好呢 是指我不能因为这个研究 去申请经费 绝对是不批的 说黑洞宇航员 最后有没有凝固在那 就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的这个研究 是不批的 然后呢 我不能用这个作为课题 作为学生的论文 学生的这个学位论文 你发了论文 论文如果发出来 论文可以算成果 可以算成果 但是呢 我不能作为我学生的 这个这个学位论文 因为这个学生毕业不了 因为毕业不了 我不能用这个申请经费 因为所有的这个 评审人会不知道 您是在一个西方的一个大学里 有一个科研机构里 一样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只能作为我的 一个业绩案来做 那所以我就很开心 你就很开心 张老师是传统的 绅士科学家 你看啊 就像人说 被诺贝尔文学奖忽略的 大师和杰作 比得诺贝尔奖的人还多 那我也就纳闷 这个科学杂志里头 因为像这种待遇 而没有发表 被掩盖的 太多了 创新的观点 更有颠覆性的 但事实上 也许 也许 也许是对的 也许是不对的 因为我就是特别希望 就说 这些评审人 能找到我的错 你不让我发 找到我的错 这我可以改吗 对 我看我哪错了 但目前为止 所有的拒绝的就是说 因为你和这些标准 教科书里面的不一样 所以 虽然我找不到你的错 但你一定是错的 那我觉得这些 国际上的学术杂志的这种 部分编辑这些态度吧 就是 他不符合传说中的科学精神 偶尔我能逃过 这样的不公正的待遇 偶尔 大部分情况是逃不过去的 所以这是人的世界 我们讲江湖 这也是一个江湖 科学里头也有这个 也是有江湖 天哪 而且 邓老师 就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提交论文的时候 他是 你可以说 你这篇论文 你不允许谁来审 就是你有学说的 谁是谁偏见太厉害了 偏见太厉害了 交到那个人手里 就说那一帮的人 看了你的论文 是百分之百的封杀 有时候你知道的 你说他们不能 我要求他们这一拨人 不审我的论文 原因是什么 说清楚原因 不允许他审 这个编辑 有时候尊重你的意见 有时候还真就送给他们审 那就被 就被毙掉 这很经常发生的事情 但好在 这个江湖足够大 这个江湖足够大 真理的声音是压不住的是吗 最终我想是压不住的 最终是压不住的 那因为从我们这个外行听起来 像您这个观点 如果真的 在通过了 甚至被科学界形成共识了 它是具有什么样的 后果和意义呢 因为我们不懂过程 他妨碍谁了呢 他没有妨碍谁 妨碍了别人的理论 妨碍了这些教科书 教科书都这么写了 所以妨碍了大家的共识 这个妨碍了很多 那我们的共识 不是从你看 您还写科学史的书 不是一直一代一代的 新的在推翻旧的吗 对 但那个时间尺度是很长的 我说这个时间尺度 这不过就是20年 这个是很短的 不算什么 还是说所谓我们想象中的 一个新发现得到证实 你看我脑子里有一个幻想的概念 不是也许有一天可以把你扶上正位 是有可能 而且很有可能 这件事情被人忘记了 彻底忘记了 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又有另外一个人做了 像我们这种外行脾气又暴点了 我们听了就受不了 这就是我们叫做科学的保守主义 这确保往前走的这些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 也有它的积极意义 有它的积极意义 所以有时候是说这个时候大家没有被接 大家没有接受它 然后就被忘记了 然后过了五十年 过了几十年 又有另外的科学家做出来 但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接受了 大家就接受所有荣誉都归这个人了 然后做科学史的人一挖掘发现 五十年前人也已经干过了 那对不起 这个大家对你的这个墨啊 墨埃三分钟而已 听起来 肉光这个文人千古的是 环人不相征 这个原来李克生 也太多 多少真正的发明可能被埋没 但是科学终归是要往前走的 终归真理终归是会被发现的 所以这点我们是相信的 对对对 这个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得到了荣耀 有些人没有得到荣耀 但是只要大家按照这个方式往前走啊 就最终我们是会把这些真理都给找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积极的一面 然后因为否则的话呢 如果你说你是对了 大家头脑一热 大家就都接受了 过来几年又说这个东西又错了 这个科学不就乱了套了吗 所以这个保守主义啊 长期来讲 你说可能对个人来讲是不公的 但是科学他很坚持 他的一旦留下了知识 他非常的靠谱 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就是这个稳扎稳扎 是需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张老师 对而且这个涉及到确实是 我觉得张老师应该跟我们讲一个逻辑问题 就是说最近我们讲科学讲的比较多 科学家经常讲就是正伪 就是可正伪 其实呢我觉得您应该跟我们讲讲 这个正伪原则是 比如说我们一般望闻生意觉得应该正实嘛 对对对吧 你发现了个东西叫正实嘛 但是为什么说正实的不算科学理论 能正伪的才算科学理论 对您讲的这个一般确实我们的科学教育里面 很少强调正伪这一项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有一个理论 我这个理论是预言邱老师来的时候 今天是穿蓝色的衣服 邱老师来了果然穿了蓝色的衣服 正实了 你说我这个理论就是对了 对不对 但是还有八个理论也都预言了 邱老师今天穿了蓝色的衣服 这八个理论完全不一样 但都预言了这件事情 那你说这八个理论都对了 但是八个理论相互实际上是矛盾很深的 但是都可以做出同样的一个预言 或者说这八个理论 每个理论预言了八个预言 七个预言 其中有一个大概是共同的 那这个被证实了 那这八个理论都对了吗 不能 所以就是证实不完全可靠的原因就在于 它的这个最终是不能够唯一的确定 这个理论是不是对的 但是可以证伪 证伪什么意思呢 我预言邱老师今天要穿蓝衣服来 他穿了一件白衣服来 说明我的理论在这个方面出错了 对 这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找到我的理论哪出错了 这个我这样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理论就会进步 否则我说邱老师穿蓝衣服 他来了 那我就做到 我这个理论没啥可改进的了 我说他穿蓝衣服 他穿蓝衣服了 我还干啥 他最好今天来的是穿着白衣服 我一看这个理论我赶紧检查 哦原来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我现在修改了之后说 邱老师今天是穿了蓝衣服 今天我预言他穿蓝衣服 穿白衣服 这天我改了之后 他就应该穿白衣服来了 不仅仅就是我还预言 他参加下一次的节目的时候 是穿红衣服 然后他出现了果然穿了红衣服 那果然没穿红衣服呢 那我的理论还是有毛病 还要修改 对啊 那什么时候找人 那就是一不断证明你错了 所以每一次证实就加强了 我对我的理论的信心 说明在预言一次挺靠谱 两次也靠谱 八次都靠谱 说明我这个理论比较靠谱 但永远不能证明 我这个理论是完全是对的 而且我们确实 不会有一个理论是完全对的 对吧 如果是完全对的 就找到终极真理来 那科学研究停在这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理论 严格来讲都是错的 在某些方面都是错的 所以我们政委的过程 就是找到我们某个科学理论 在哪个地方有问题 不适用 这样我们就来改进这个科学理论 这样我们的科学就能够前进了 这是政委的意义 找不到他的毛病 他你我这个理论就没法往前走 所以要做政委 哦 我这才算明白 为什么他们这个科学家一说就说 必须可被政委 我老是直觉这么想 可被政委你不就错了吗 你如果你这个理论 你说我不能做出一个可被检验的预言 就换句话 这个理论没法被政委 那换句话 你这个理论永远没法被改进 你永远也不能知道他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那就是说你这理论出来的时候就假定了 他不可能是终极真理 对 你比如说好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 我这句话 你说是是个科学理论不 你能证为我这句话不 所以邱老师今天会穿着衣服来 这个这个没有啥意义 邱老师没穿衣服来 他不会啊 他不会啊 对不对 因为他出了 比如说邱老师穿着衣服永远那么有格调 这又变成了一种 这就不可证为了 因为格调这件事情 这样是审美判断 对吧 这个审美判断 这就不可证为了 因为刚才邱老师一开始就讲 他欣赏的两个 一个是爱因斯坦 一个是卡尔波普 对吧 他希望对他们说 这个政委性就是卡尔波普提出来的 这是比较现代的科学方法 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哲学家 卡尔波普提出来的 当然科学哲学家很多 对科学中国很多的总结 而且卡尔波普又是在科学哲学界不受待见的 一个科学哲学家 但是科学界接受的科学哲学 今天主要是卡尔波普的科学哲学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是个不受他们同行代见的一个科学哲学家 反而是我们科学界是最尊重的一个科学哲学家 他的这个科学方法 对我们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老师说一句话叫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我现在发现 你比如像跟张老师都在一起 听君一席话 我得先读十年书 真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变得越来越 老实 越来越小心 老觉得自己可能并没有真正抵达 人家想传递的意思的本意 对 我懂 但是他们俩为什么坐一块呢 对 我就跟你说 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会弄出什么现象 我觉得要发生化学反应 比如有些时候 一个科学家 他给我们的启发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看到了一个宇宙星空 可能就激发了他的一个作品 你不知道是在哪个方向上营养了你 你可能以为我要跟他学成一个物理学家 我倒没有这个狂想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包括他也跨界啊 你这张老师 就为什么我刚才问你这个政伪的这个原则呢 因为呢 您竟然管 当然我作为您的学生 我也不敢说您狂妄 但是我作为文科生呢 我也觉得他挺狂妄 就是他狂妄到他有一个轴劲的 他就说我要用科学的政伪原则 来把历史上所有的美学理论检验一遍 结果 哎呦 我真佩服您这个学问呢 我不敢 他把所有的都陈述了一遍 最后呢 他就是用科学的理科生的方式 他为咱们美学史啊 下了个结论 他就说这个美就是 没缺陷 不常见 他提出 这两个原则 对 但是呢 这个张老师 我也跟您请教一下 我作为个文科生啊 我觉得您这个是不是以本质上 它实际上也是陷入一种循环论证 对 逻辑上 因为呢 您说没缺陷指的是主观的 对 对吧 每个人 就一个一个大妈的 符合他的价值观 符合他的价值观 对 那您这个话就好像就是我说 美就是 我觉得美的就是美的 是的 这个您这个结论 好像在我们这个逻辑上讲 他 对 您说的完全是对的 而且审美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想理解的时候是 你为什么说他美 但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 人 个体 人 他的审美都集中于一处 对 而他的神丑会分散在大脑 对 不同的区域 这个您能做出一个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对 这个原因就在于 这个 呃 不常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不常见的东西是非常少的 而常见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这是这是首先这一条 然后的话呢 有缺陷和没缺陷的判断 这个是个价值观的判断 而我们大脑的这个区域负责的是快乐和奖赏 恰好这个区域 所以 没缺陷这件事情就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这个审美对象 我拥有他 我看到他是对我的一个奖赏 然后再加上他非常稀有 就会丢用到这了 我们艺术家的讲 我们的艺术的辨识度 对吧 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个性 就把这个没缺陷的这个奖赏给他放大了 有了刺激了 所以我们这个区域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区域 但是呢 这为什么丑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呢 那就说不同的各种 就是说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东西 是各种各样的东西 符合的是少的 符合的是少的 不符合的是更多的 所以这就是丑的多样性就会非常的多 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丑 所以的话呢 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负责处理 不同的丑 不同的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是 反正是不舒适 不舒适 这个地方的不舒适在这个地方反映 那个地方不舒适在那个地方反映 但我们大脑里面负责舒适的快乐 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这是我们大脑形成的 那是不是这跟进化有关系 这是我后面特别想理解的 一定是带来生存优势 是吧 我们觉得孔雀美 那个母孔雀是觉得她性感 你看她长这个尾巴这么大 也不利于她跑 对不对 但是她能够承载这么大的一个尾巴 说明她 她很强壮 她很强壮 另外一个 虽然说你现在看着跑得挺快 这个尾巴小 但是她的基金不好 她不够强壮 所以这个母孔雀选择的时候 她选择这个尾巴非常大的 深度非常开的 那就她很强壮 这是一个选择过程 而这也是她的稀有性的一个表现 你肯定这个尾巴长得越大越难 对不对 而且长这么大的尾巴还活着 还没有被别的东西吃掉 那说明她要很厉害 她要很厉害 所以母孔雀看了之后 觉得这是个没缺陷不常见 你 对不对 没缺陷不常见 母孔雀发情了 这个是谁说 柏拉图说吧 美是男的 就为什么说是男的 就总有一个 你不能自洽的地方 就是你 哪怕你研究生存史进化史 我看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 他就觉得 他说我们不能仅仅把人 完全当成一种动物去研究 但比如说人的这种 对宇宙的好奇 审美的需求 自我实现的需要 他说这些个东西 都没啥要 对啊 他说这些个东西 再再说明啊 我们可能有我们意识不到的 也可能我们就是跟动物 有很大很大不同的一个 所谓万物之灵 一个物种 归根结底 还是在你的价值观层面上面 你就觉得这样的话呢 你确实就是很厉害 确实就是很厉害 你这个 刚才讲孔雀这个大尾巴 还能活下来 那个路这个长这么大 竟然没被哪卡住卡死 那他就是 一定是大脑很聪明 长这么大都没被卡死 那显然 那显然很聪明 这份选路跑得很快 也被没别吃掉 那你就是 这所有都显示出来 一比别的厉害 一比别的厉害 所以是用这种方式来展现 原因 就展现你的没缺陷 不常见 展现出来 所以你最后 进化不断这么选择嘛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审美疲劳 对对 就一开始你觉得很美 后来觉得 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 就会喜欢这种东西 对对 那么这个 用您的这套理论怎么解释 就是变这件事 是不是叫少见多怪 对对 你讲是对的 对 审美疲劳就是从 不常见变得常见 就是换句话说 从美变成了熟了 就是脱禀了 对对 就是所谓审美疲劳 其实是无美和审 他本来是没缺陷的 现在仍然是没缺陷 但是我以前是不常见的 现在觉得常见了 所以就是所谓的 那张老师 这里又有一个推论了 如果审美疲劳 意味着脱禀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一个是你老看 然后是没皮 一个是你价值观变的 对 这也是会的 谢谢大家 好